大家好,有个客户叫我来看一下这个消防控制柜,说它的线路有问题。 就是这个消防控制柜,然后控制这几个消防缝的。 这个消防控制柜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个柜子门打开来看一下看,它现在是没有电的,把那个电关掉了。 它这个线路是这样的,它连来叫了一个维修工过来看来一下,查到这个线路,就是这个总的进线,有一根线是有问题的。 那边的总开关一踢上去就跳闸,然后量到中间这一根火线,存在断线,它这是一个两箱电的,一箱是主线路,一箱是必用线路。 其实它这个是个假的必用电,大家看了没有,它其实进来是一根主线,用个六个平方的线把它连到这边,然后就做个假的必用电商电源。 它这个电箱是很老的,大家看一下看,这个电箱是二十多年前的,所以那时候查的也不严,所以他们为了省钱的话就做一根主线过来, 然后做一个假的必用电源。 现在这根主线,中间这一根线,出现了问题,从这里过去,然后从地下。 呈现到房子的那一边,有一个动力柜,在那边接着电源线。 要是这根电缆线,中间断了一根线,要把这根线拉出来,重新放一根新线进去,是放不了的。 它那个线管是很细的,所以放线是不可能放得了的。 然后他们说的话,就是要从这外面,这外面是死泥地,从这里把这个死泥地打掉,开槽,到那一头有一个那个总的批电箱,去那里接线。 所以这个工程的话,他们报价的话,要两万多块钱吧,放这一组线。 那这个老板的话,问我,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给他,就是说,稍白了就是为了,就是说有点贵。 有什么办法,经济型的跟他搞定。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看,是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总的批电箱这里了。 那就是这个开关,那这个开关现在也跳掉了。 所以这个开关一踢上去,就跳杂。 然后他们说是这中间一根线,断线了,断在地底下,然后这根线的话,看到没有。 他们当时接的时候也是不规范的,用三根蓝色的线去代替,黄力红。 那他们这个线从这里下来,那从这里,地下穿过去,然后穿到那边一栋楼的那个消防棒里面。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三根线拆下来测量一下看,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这中间的这一根线,是不是真的出问题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线把它拆下来,测量一下它是不是存在断线或者是漏电。 现在我们把这三根火线给拆下来了,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测量这三根火线和地线是不是存在漏电。 我们把一根表皮插到这个地线上,我们测第一根看。 那第一根是好的,那我们测第二根看。 这第二根是存在漏电的或者是中间断线。我们测一下第三根看。 第三根是没反应的。 那说明确实是像前面一个维修工说的那样,中间一个存在破皮或者是断线了。 因为大家也注意,大家也看到了,因为这三根线都是一样的颜色。 它中间的话肯定是有接头的。 这是当时他们做的,这种是很不规范的。 一般的话,你按照标准的话,中间埋在地底下,中间是不允许有接头的。 它这样现在,所以现在就出现这样的隐犯了。 那这一根线的话就,那中间断线或者是破皮了。 那我们去那边看一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它解决。 我们现在来这个控制柜这里了。 刚刚我们也是测到这中间一根线出问题了。 它可能是中间断线或者是破皮了。 所以这中间一根线不能用了。 开关一踢上去就跳砸。 然后刚刚我也想来一下, 我唯一跟它省点钱的办法就是不放线。 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说,因为这外面有一个草坪。 那有一个这个发坪。 它就是从这个发坪这里面挖条沟,把线穿过去。 可能更简单一点。 前面叫了一个维修工工的话, 它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你看前面你看,前面那里有两个门头。 那个门头的话,也有死尼套地, 和前面一个门头的话, 有那个磁砖方面的 要破坏门头的地面和那个磁砖 那样费用也挺大的 所以那个维修工的话 他就是说 从这个地面开槽过去 还简单一点 因为大门要贴磁砖方面的更麻烦 这个是你面 开槽方面的连埋线方面的卡号 他说要将近三万块钱 所以老板觉得费用有点高 叫我来看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 又要跟他做好 又要省钱的话 我是这样想的 把这根线剪掉 用这根零线 代替这根火线 然后把这里面这根地线 这里面一根是地线 就是这一根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根地线 这根地线当零线 因为它这个地线 零线火线都是食品 大家看一下看 我们地线的话 我们从这里面打个孔出去 这个餐厂过去 然后我们到这个 外面到这里 跟他做一根地线 用个2米5的银钢从这里打下去 打两根那个银钢 到这里打一个 到那里打一个 打两根2米5的银钢下去 做地线 这样从这里面打个洞进去 这样的话就能 所有的东西都解决了 然后地线火线零线 都有线了 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 这些成本 打两根钢管下去 做地线的话 也要不了多少钱 因为到外面还要跟他打 钢管下去那样的 这暂时我也跟他 不能解决 要是老板同意的话 我等一下就来跟他去操作 万能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这种方法可行吗 你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请在评论区跟我留言 谢谢大家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电工方便的知识 朋友们 有好的办法 记得跟我在评论区留言 朋友们再见